大家好,歡迎收看南大高的金舌頭 今天金舌頭,不知道大家品嘗什麼呢 沒錯,就是我們台灣的在地品牌 起家出的大地 就是我們的在地老牌子 阿木蛋糕 南大高的第一次對阿木蛋糕有印象呢 就是我們在大學時代 很多學弟因為要籌備自己的生活 非常出外去打工 那我們有個學弟就是我們大擺他狗的同梯 在阿木蛋糕工作完之後下班 會帶我一大堆的蛋糕邊養活了 一些異地學子啊 我們宿舍的人 他就是一帶一帶帶回來 說這個是我們切回來沒有要販售 我覺得很棒 他其實是很美味的 超好吃 他那個風味跟他吃起來的樣子 就是很完整的那種體驗 我讓人覺得 哇 竟然還可以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 雖然說他裝的是有點 那我們就來看看阿茂蛋糕到底 如今吃起來是歷久迷信的好滋味 還是潛藏在兒時回憶的傳統美妙呢 我們就一一來幫大家試吃囉 第一款吃的這一個是 荷蘭貴族手工蛋糕 招牌喔 招牌是不是 招牌的意思是這樣 我不要亂講話嗎 這個我問前員工他們也推這一塊 推這一個 而且它是一層一層烘烤的耶 非常的繁複齁 而且它這個好好看喔 好 馬上來切切看 對啊 我會想到那個學弟班可以來敲我的門 蛤 敲門 這一張的霧的蛋糕皮 你要不要吃 然後我就在那邊吃蛋糕皮 真的是只吃蛋糕皮嗎 沒有 真的是 這一款呢就是它的雞蛋香 麵粉香啊 奶油香 我覺得三者雖然說原物料很簡單 但我覺得它把它最大化的表現出來 然後再浮以千層的這個繁複的工法去製作 所以我反而讓它多了一個層次 尤其它在煤層焦香的皮是 你好像看 會覺得 這樣有意義嗎 好意義大了耶 可是那個苦味慢慢有些釋放出來 它沒有什麼氣孔存在 非常紮實 而且我覺得它乳味很香 就是我們十幾年前那個味道 就是沒有變耶 真的沒有變 好好吃喔 好 那下一個長的蛋糕呢 台灣蜂蜜千層蛋糕 你看它上面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層籽 因為大家都知道蜂蜜蛋糕上面那個皮 有時候會比較容易脫落 最後一層比較低 還在吹毛球 有那個線條有一個自然感 手工感 這就是我要的 這個就是有時候地震學家 有時有點斷層 理論下比較多 對 這個可能地下水比較豐沛 我是覺得這真的還好 有時候就是有這種小小的誤差感 反而造就手工的美妙所在 這邊是機器外鏟 機器外鏟 我們希望下面有阿末的員工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小誤差 希望他的答案是令人深心愉悅的 好好好 我們看到跟剛才有點不一樣 我看他切是不是比較紮實 這個就比較鬆軟 可是他蜂蜜蛋糕應該很少看到他做成這樣一層一層 我第一次看到蜂蜜蛋糕圈 應該是阿末算是最經典的 就是他們做成這樣一層的 好大口 那蜂蜜蛋糕本身是他濕露的口感 這個真的就是有達到他的水準 那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他比一般的蜂蜜蛋糕還不一樣 就是他還是採取剛才那一個蛋糕有點分層的做法 焦香的表皮又帶給這個蛋糕一個程式 我覺得他的重中之重就是他家的蘭姆酒啊 好香啊 那個蘭姆酒不是吃不吃得出來 是看到甘蔗伯伯從你面前衝過來啊 我吃到蘭姆酒他的祖先了 你知道蘭姆酒是用什麼做的嗎 感謝他感謝阿伯衝過來啦 我剛才一入口那個表情就是我 正在為他那個甘蔗的折服當中 我不知道他能蘭姆酒是用哪個品牌 他還居然可以有點保留他那個前輩 我要請獨舌頭吃看看 你吃看看 你應該懂我意思 你來光聞就聞到蘭姆酒 對你先聞到蘭姆酒 那你吃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真的有 你看 前面就有 哇 甘蔗 哇 好可憐 甘蔗爸爸媽媽 拍成一台甘蔗園 哇 好久沒開箱開得這麼興奮了 觀眾朋友果然還是 這樣是老的辣 第三個長條的阿末蛋糕 今天來的這個是 這個 親母娘紅的一個包裝 日本蒸咖啡蛋糕 一定很多人說這集是不是業配 這集才不是業配 業配可以知道是不是業配 它跟兩個是完全不同種類的蛋糕 這個是青乳酪蛋糕 從你的表情看出 還好 嗯 真的嗎 你的表情有那麼明顯嗎 好 那這款蛋糕呢 它其實如果以一個正常的 青乳酪蛋糕去評比它的話 我覺得它的乳酪成分還是比較大一點 本身想要藉由打發雞蛋 去創造那個輕盈感的這個角色 可能就比較薄弱 它用的是摩卡咖啡 那會裹一點巧克力 所以我覺得它巧克力本身的苦味沒有說很凸顯 所以我覺得這個蛋糕其實如果前面這兩種蛋糕提過 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說我就覺得還好 好 那我的舌頭吃完了長久 現在要吃圓了 這一款蛋糕是意大利焦糖馬斯卡芭 滷味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但它帶有一股清爽清香的感受 好 我們直接來吃看看 它是乳酪蛋糕 它是乳酪蛋糕 它乳酪蛋糕就是馬斯卡芭 乳酪 然後上面這一層橘色的就是焦糖 但我看到這個焦糖的顏色其實我心裡還是會有點疑慮 因為本身喜歡吃苦 本身喜歡吃酸 看起來還沒有很焦 我們從橙色上就可以大概知道 那沒關係 我們來看看 用的 採取的是五公分的硬微邊 連這個都分析 拜託 硬微邊啊 微邊有分軟跟硬 那你喜歡硬微邊啊 軟微邊 那就是硬微邊啊 比較穩固喔 我很喜歡硬 但是鮮奶油就要用軟微邊 不一樣功能 這個焦糖看起來很像杏桃果椒不覺得嗎 這個甜點的口感啊 它剛從冷凍庫拿出來沒有很完全退冰 再吃起來有點像冰淇淋 那如果你放在冷藏讓它自然退冰的話 它吃起來就是很像慕死的感覺 那這款甜點呢 其實我還是吃得到馬斯卡蒙起司 帶給大家這個清爽的感受 跟這個很純淨的乳原 它下面那個海綿蛋糕配上會有點巧克力 它還是有點脆片 我覺得增加它咀嚼的口感 不過在這兩者的交互作用之下 我覺得它甜度就是會有點偏高 尤其是下面的這個海綿蛋糕加上那個脆片 我選反而沖淡了馬斯卡蒙本身 帶給大家比較輕盈的感受 上面這棟焦糖在入口的第一刹那 確實會感受到焦糖的苦味 但是就僅此於很短 有點早期 不是 有點沒短頭啦 剛碰到舌頭有苦味 但很快就不見 到後面全部都是乳酪的味道 跟比較偏甜的巧克力的海綿蛋糕跟脆片 大概是這樣 接下來這一款也是重中之重 我覺得是今天我們必須要吃看看的 側面看漂亮嗎 為什麼沒人回答 那在吃這個提拉米醋之前 跟大家大概科普一下 如果像這樣子它那麼立體 通常它就是 看它的成分就是它會多少加一些吉利丁 那如果它是裝在杯子裡面 吃起來就是很綿密的 通常就是沒有加 那從它的這個切片來看 果然也是沒有我們想要見到的 收拾餅乾 取而代這個彩綿蛋糕 但這個其實 從我們一開始入境的走到現在 已經快兩三年的時間 這個好像已經習以為常了 這是市場趨勢 對啦 對 習以為常了 收拾餅乾不可取的 其實是因為它 如果你掌握得當 它是可以很好去操弄它的 軟硬程度 每個人就是怎麼樣 青菜蘿蔔 好 有酒香 很保險的提拉米蘇 這個提拉米蘇對我來說 這是非常中庸的提拉米蘇 第一個它的收拾餅乾 或者是它的海綿蛋糕 起碼要浸到酒水液 但是我還是會吃到很大一部分 比較偏海綿蛋糕本身 但因為海綿蛋糕本身如果沒有被禁到 它就是會很容易搶走馬斯卡棚的味道 因為馬斯卡棚本身是一個很柔弱的小朋友 你如果它旁邊有些惡霸 海綿蛋糕 那個口感反而會被降低 而且你看它兩層這樣的海綿蛋糕其實是很多 它反而馬斯卡棚比較少 另外我覺得可可粉的選用也非常重要 因為本身無糖的可可粉 是可以去壓抑整個糖度的 但我覺得海綿蛋糕就是因為多 它甜 那甜它把上面的可可粉打敗了 所以等於可可粉你其實吃不到它的味道 這個就有點讓人家覺得有點可惜 我覺得說不定阿末是因為它要表現它的蛋糕 配名是不是叫提拉米蘇 提拉米蘇 提拉米蘇嗎 它不是叫提拉米蘇 沒有它就叫提拉米蘇 護航失敗 場代護航失敗 對不起 不好意思喔 它就是叫提拉米蘇沒有蛋糕 說蛋糕或風味我們就是可以再另外討論 最後一個呢 它是有四種口味在裡面非常豪華的一個禮盒 達克瓦茲騎士 駕駕駕 英勇肖戰的騎士 凱旋歸來退下 龜甲酥脆外皮 是菜品的歌詞嗎 總共有四種口味 原味焦糖 莓果 開心果 那我覺得開心果是我最想嘗試的 很多人一定會疑惑 Nanako你這個時候不應該講說 這個根本就不是正統的達克瓦茲嗎 沒錯 而且阿末蛋糕本人有自己承認它就不是達克瓦茲喔 可是它是說他們這種傳統的牛莉 就是我們台灣的馬卡龍變成台式甜點的牛莉 它去轉化變形的 我們還是要從等一下吃的感受去看看 它跟達克瓦茲會不會有一些連結 喔我知道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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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來就跟牛莉不一樣 它就是真的像達克瓦茲的那種觸感 摸過很多達克瓦茲 就跟我摸過的男人一樣多啊 那就是很少啊 對啊 你有嗎 我摸有摸很多 但真的吃沒有吃過很多 就是純用摸的啊 你是從達克瓦茲外面有一層硬皮 然後裡面比較酥鬆的鬆軟那種口感 去吃它我覺得你可能會有很小小的不協調感 但我覺得它吃起來還是比較像是全蛋去打發的牛莉 它反而比較偏那邊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妙就妙在啊 咀嚼之後它反而杏仁粉的味道會出來 這個時候反而達克瓦茲就有點突顯了 原味吃起來甜度我覺得算是蠻高的耶 但夾餡我覺得它這樣的設計是不錯 這個甜度降低 反而杏仁粉就比較突顯了 你看 這是不同感受 這個還比較像達克瓦茲的口感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皮啊 有點又偏向馬卡羅 所以外面雖然說皮是有點碎裂 但它裡面就是那種比較實心 然後比較偏黏的那種實體 這個又很牛力 剛才就是比較濕黏 這個又比較乾 所以它吃起來又偏為牛力了 這個焦糖確實它的皮比較偏苦 甜是只用在內餡 所以焦糖是好吃的 好 好漂亮喔 很綠耶 我覺得開心果有點可惜啦 因為它的糖度偏高 所以開心果味道其實 要摸索一陣子 特殊的那種堅果香氣 其實會在糖味後面 可能大家要尋找一下 如果你想要是要很衝擊的開心果味道 就是剛剛大家說聲抱歉 那這四款裡面呢 我覺得依照甜度的比例來說 我還是蠻推薦這個焦糖口味的 那到底它是牛力還是達克瓦茲 這個課題就留給大家去 你可以去買來吃吃看 這個我沒有辦法跟大家做決定 幫大家吃的這六個品項 我覺得比較鄭重我目前年紀喜歡的下懷 有一個是荷蘭千層貴族蛋糕 還有蜂蜜千層蛋糕 就是層層堆鐵的烘烤手法 符以這些比較基本的原物料 另外一個我本身就喜歡吃這種 比較具有口感跟層次的東西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大一個 但是你並不會覺得膩口 反而搭配茶就是一個很完整的甜點 可以招待客人或致用 那今天的阿牧開箱吃吃後 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還有像看Nanako啊 青蛇頭開箱其他的甜點品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顏色甜點店每個禮拜四每個禮拜天更新 我們下次再吃囉 這兩個我要帶走 這個我要一半 我一半就好 我一半 這個真的很好吃 可是它最經典 這個嗎你吃吃吃吃吃吃 你問回到大學時代 我吃的不是蛋糕 我吃的是回憶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